大家好,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7月底的时候就告诉各位 你一定要去买一档股票 因为你7月底去买了 8月一整个月你都很轻松愉快 很多人会质疑 有这样的标的吗 然后你再去看指数 指数整个8月份 其实就是一个算是区间横盘 我们看画面 8月份开始是指数在这个地方开始做8月 这是8月1号开始 8月3号 所以整个8月份到现在 就是在这个区块里面还没有过高 在前高之下做一个区间 8月份是横着走 那横着走的8月可是有股票 你能够找到一整个月 你7月底买了它 一整个月都很轻松愉快 持续获利的是哪一档 当时我节目中已经先预告 我说我们一定要事前先预告 事前先买进做好准备 这才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实质的获利 永远在讲事后的那是没有用的 有多少人每天上节目就是讲事后的 看看今天谁涨停的 那我们就来讲这个涨停的股票 那你就以为他们都赚钱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对不对 你事前先做好准备 你才有真正的获利 所以我节目中我就喜欢先预告 那预告就要说你 如果你要把握机会的话 你可以拨电话来 我们一起来买 那我也讲了 我也没有说你拨电话来 我会费 我就没有优惠 我给你让你为难 没有 对不对 我说我既然邀请你就是什么 会费绝对就变成一个流程了 我不可能送你 股票我不可能送你 但是我希望你报名 但是我会给你很大优惠 这是节目中我一直强调的 对不对 我说报名不是要给你压力 而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过程而已 一个手续而已 最大的优惠活动来买最好的股票 价值在哪里 对不对 你看得很清楚 我说过了 现在优惠就这样子而已 这是最低门槛 这样子的最低门槛 却能够来买这么好的股票 你觉得呢 这是什么股票 打卖嘛 到8月初慢慢变高之后 到8月7号我就跟你提醒了 你看资金往哪里走 大盘在重挫 资金跑去哪里 资金跑去这种股票了 资金会去找好股票 资金会去找价值低估的好股票去停留 那一天8月7号慢慢变高了 那我就节目中我就给你公开了嘛 那我干脆就公开给你看 到底是哪一档股票 你看资金都来了嘛 那结果呢 8月7号之后呢 这是8月7号 有没有 7月底在这边下杀 7月底在压回 那我在预告 我在提醒你 要买又买这种 7月底要买又买这种 那当时差点正在跌 你会很认同吗 如果当时你是会员了 我请你去买大麦 你会很认同吗 我相信你可能会打个问号 真的吗 可是问题是你看 我们不讲事后的嘛 因为讲事后有什么用 对不对 当下你要告诉我买什么 下个月 8月一整个月我要大赚 那我就提醒你嘛 对不对 我公开媒体节目 有一次这样子跟你说的嘛 这一天我跟你公开的嘛 已经垫上来了嘛 已经26%了 好吧 那我们就先公开 因为这一天 让你看到一个现象嘛 资金跑去哪里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天 我就顺道的跟你报告 就是打卖 那你当天你看起来 你就觉得 这股票没有很强啊 对不对 当天你看起来 你说没有很强啊 对不对 后来公布数据 第一季0.36 第二季0.8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在 它的营收增加之外 毛利率增加了8个percent 那不得了啦 对不对 EPS呢 就倍数翻了嘛 EPS就倍数翻了嘛 你看去年同期 0.36对0.13 0.8对上0.38 那达麦 8月13号 涨停板了 所以你看哦 开始了哦 有没有 你说它没有很强嘛 那 开始了 开始涨停了 对不对 开始涨停了 这里是你的机会 打下来你可以买 这里又开低下来 我再买 那到现在 上来了 8月14号 再上来 一根长红 已经43%了 8月17 礼拜一 昨天 有没有 7月底邀请你的 8月必胜的股票 昨天又创高 又大涨 又创高 已经51% 那什么时候买的 你7月底就可以提醒你了 对不对 7月底就提醒你了 8月初 打回来再加码 你看 你说没有很强 当时在这里 你说没有很强 可是你现在看一下呢 今天再创高 59% 将近60%了 今天再创高 再跳空 再上去 将近60% 从这里到这里 或者在加码地方到这里 你都大赚 一档股票 现在8月了 7月底买 现在8月份 现在才8月18号 才过一半一点点 你已经赚了60% 那这个是不是回应了 我讲的 7月底你一定要买这个标的 因为8月你就靠这个标的就够了 60% 才8月18号已经给你60% 所以你说8月谁最强 达麦最强 那再来呢 昨天我就给你公开了 对不对 那昨天给你公开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继续看 昨天给你公开了 最后拉到涨停板 今天呢 又涨停 哪一档 所以你看 大盘跌不跌 跟你有什么关系 大盘跌不跌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你的选股 如果你产业研究 做得很足 功课做得很深 很足 那其实 你抓的都是所谓的一个价值低估的股票 尽管今天大盘是不是早盘还跌一百多点 可是 你的股票就是上去涨停 昨天我给你公开了 之前也给你预告的股票 有没有 我说这场标的市场低估的成长标股 对不对 第一季营业利益年增20倍 各位 这次营业利益 营业利益竟然年增20倍 你说这家公司难道 难道整个体质 没有变得很强壮吗 原本虚弱的体质 我年增了20倍的营业利益 是本身的营业利益 增加20倍 毛利率年增32% 这种股票 到整理尾巴的时候 在跌的时候 整理尾巴在跌的时候 你要敢去出手 要敢去买 我都跟你说了 市场低估成长标股了 营专呢 第二季的营专呢 年增1.7倍 当时我怎么讲的 当时的下个礼拜 我就说了 当时我跟你预告 大户要来买这个标的了 大户要来买这个标的了 这么好的股票 大户要来买了 那你觉得股价是不是要启动了 那买这么好的股票 什么条件 很简单 我刚才讲了 我一律都388 你现在报名 我都给你最低最低最大优惠 最低门槛 我讲真的 388有拨电话来投资票 你听到388 然后到底388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你心里就知道 就感受很深了 我节目中说 我释出最大诚意 那个诚意有没有出来 细节我不能讲 但是你拨电话来 你听到之后 听到详细细节之后 你发现我真的很有诚意 388 因为我不可能把股票 你今天来我送给你 我不做这种事情的 我的标的 我们研究部门 我们找出来标的 我们不肯拿来送人的 我们的标的 我说过 我们是看它的未来 我们挖出的资讯 挖出的数字是 任何一个其他的研究团队 研究机构 我认为 他们最想要的东西 我们有把它找到 所以我们的标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也不是随便乱拿股票 跟你说这个标的 我送给你 不是 是真的我们要赚钱的股票 所以 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那 我为了要让你们 真的都能够来 赶快来买到 不要只是看节目 没有用 你感受不到 所以我用什么 我用最低的门槛 你们报名没关系 但是这个报名 是不会有压力的报名 就那么一点汇费 报名 然后开始买股票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说 我已经释放出诚意了 388就可以买这么好的股票 哪一档 我昨天公开了嘛 最后缩盘缩涨停嘛 对不对 我昨天就公开了 最后缩盘缩涨停 武士武器宣德 这是昨天8月17号 本坡起来之后的第二度亮灯了啦 有没有 第一度亮灯之后拉回休息嘛 有没有 第一度亮灯之后拉回休息 所以呢 我节目中我不急得跟你公开嘛 他第一 我待会你看现行就知道 第一次拉 第一度的 这一波上来之后 第一度亮灯之后就开始休息 那休息我再接啊 我再买 所以我还不急得给你公开 那到昨天 又拉上去 而且突破清高了 突破新高了 所以我昨天就先给你公开了嘛 那今天呢 今天的宣德呢 你看 一大早就亮灯啊 又锁涨停了 股票要这样做 就很轻松 因为你的标的都是价值低估的 你没有去买那个已经涨两倍三倍四倍之后 你再去追的 你不是买这种标的 你是买价值低估的 事前预告 大户要来买这个标的 有没有 我很多东西我都先预告了 大户要来买是不是要启动了 当时我提醒你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赶快拨电话 因为当时的下个礼拜 下周大户要来买了 你看 昨天就涨停嘛 对不对 我给你公开了 今天18号 本坡 第三度亮灯了 今天又涨停 你看 昨天跟你公开 因为它过高了嘛 拉回以后 之前第一波启动 第一根灯 第一根亮灯在这边嘛 亮完灯之后休息嘛 对不对 那休息我在家嘛 懂了吗 那所以我不急得给你公开 然后到昨天 又突破高点了 所以我昨天给你公开了 是谁 是宣德 那今天呢 直接跳空就涨停了 有没有 你知道这样多少了吗 这样多少 从我给你预告 到今天又涨停 这样多少了 你知道吗 已经50%了 那这个拉回之后再买到上来呢 也超过20%了 所以不知不觉中 你会发现 你们每天到底在追逐哪些标的 我就觉得很纳闷 明明有一档又一档又一档的价值是被低估的高成长的股票 而且是整理尾巴 买点最漂亮的时候 都没有人叫你去买 对不对 你自己当然不会去买 不知道嘛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是一个研究团队 你当然不可能知道 可是 你自己做就算了 我要讲的是 你今天如果跟任何一个分析师在操作 他们所谓的专业 你有看到吗 专业不是嘴巴说专业 你要拿出成绩来 你节目尽可能 你事前先讲 你预告 对不对 你有没有先挖出好股票 你有没有先挖出潜力股在哪里 先预告 而且我告诉你 当时我预告的下个礼拜 大会要来了 所以股票要动了 股票要动了 涨停之后再洗回来 洗回来之后 很多人很害怕 对不对 当时我持股 会员持股宣得 很多人一打电话来问 跌了两天的 跌三天的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再买 很多 你要知道这个标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买 因为它价值严重低估 各位 你懂了吗 到第二季营收 还在年增1.7倍 毛利率跳了这么多上来 到今天又涨停 那现在到今天又涨停 你又一堆了又开始 又相信了 真的好棒 当时我在预告这张股票的时候 你也有看得看节目 可是你看完之后呢 你就看完了 你没有感觉 对不对 我已经讲 我说我要让观众朋友 不是只是当观众朋友 不是只是在看节目 因为你看有什么用 人家今天50%的 你拿到多少 你没有啊 对不对 当时它在跌的时候 还没涨的时候 我们去买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啊 可是我节目中 我有预告 我有邀请你来买 那结果呢 买完之后 后来大户真的来拉 拉涨停上去 然后休息洗回来之后 再买 昨天大户再来拉涨停 今天又拉涨停 大盘点100多点 今天一辆手涨停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财报 因为基本面 因为这家公司的未来 我们买的是未来 因为你知道未来 所以你才会知道什么 股价有没有低估 这样懂了吗 所以我说 我都要求我的研究部门 一家研究员 我不跟你研究员 要给我看 给我看什么报告 我要看的是什么 这家企业 下一个季度如何 未来是如何 订单状况如何 产品组合有没有改变 我要看很多很多东西 它未来的东西 因为我要去评估 有没有被低估 所以我们看的报告 跟你们在坊间 看的一些公开媒体 所公布的一些报告 那是不一样的 那些报告都是什么 都是针对 已经公布的财报 我们去给它解析 评估它多好 那是没有用的 你解析当下公布的财报 你却没有办法 让我看到它 下一个季度会怎么样 那我不敢买 你们看的都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说 我的研究团队 跟所有的坊间 你看到所有的投顾也好 投信券商的研究部门 我认为 我们绝对是不输他们 而且甚至远远超过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东西 是领先的东西 所以我节目你看 我可不可以预告 我是不是用预告的方式 7月底告诉你 8月会换它 8月你 这个7月底一定要有 8月一定大赚 就靠这档就够了 有没有 到今天呢 一整个月 8月 你看从这边开始 8月 60% 8月最强的股票 你当时有看节目 他有邀请你 我有邀请你 对不对 你没有来 对不对 因为你以为388 好像 好像 好像会不会 会不会很高的费用 388会不会很高 很贵 你会考量这个嘛 但是我说过了 我已经讲是最低门槛 那你信不信 就随便你了 但是我说了 人缘真就是缘分 就是缘分的问题 然后呢 我再跟你预告 有没有 一样388 买这么好的股票 你要吗 结果呢 你不要 你看 50%了 昨天跟你公开涨停 今天又涨停 这一波第三根涨停了 你一次买的机会 两次买的机会 你都没有 你都错过 最强的股票都在我这边 而且我们都事前先预告了 所以你能不能够事前 挖出最好的标的 这是关键 再来 现在在买什么 我们的研究部门 我们现在在抓什么 我们在盯什么 我们最近发现 有几家企业 那其中有一家公司 很有特色 什么特色呢 就是 我们在看营收状况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家公司 没有什么改变 那为什么研究员会 会针对它 锁定它 我们在开会去讨论这家公司 我跟你讲为什么 来 你注意看 有时候标股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标股 它会隐藏起来 它不让你知道 它未来会标 所以你从它的财报上面 你看不出所以然 可是你要仔细去看 去挖一些东西出来 你就发现 不对 这家公司 你要特别留意 而且它的股价 低价股 所以你不会有买进的压力 对不对 你不会说 是不是高价 我不敢买 不用 低价股 来 有一家公司 我先跟你报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要赶快拨电话来买 有一种企业 就是有一家公司 它的营收状况 目前到目前来看 到7月公布之后 我们还是看起来 都是持平的 对不对 如果坊间的研究部门 会告诉你 这家公司 目前没什么起色 普普通通 如何如何 然后这个产业怎么样 它可能会讲 它过去如何如何 可是它不知道 它现在 其实有一些改变 就是我刚才讲 体质 已经变得很壮 它在涨肌肉了 你们都不知道 来 但其实 这家公司的毛利率 大幅地跳升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譬如我过往每个月 我们讲假设 平均大概每个月的 月营收是1亿 好了 那来到今年之后 平均每个月月营收 也是1亿上下 所以你不会注意 特别注意它 可是你不知道 它过去的1亿的毛利率 我假设 假设是10% 可是它今年开始的毛利率 一样是1亿的营收 可是毛利率 可能已经从10 跳到30 10 跳到20 你懂吗 像这种东西 毛利率的改变真的很重要 有没有 你看宣德 毛利率可以年增32% 结果呢 你看股价呢 亦非冲天 这些东西是你要先挖出来的东西 那你挖不到 没关系 我帮你挖出来了 我们研究部门现在特别在注意 这家公司 它很有意思哦 而且我现在拿给你看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差不多了 要出手了 要准备了 因为这种好股票 不会压太久的 有说过 市场资金都是有脑袋的 他们都会找 他们都会找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毛利率是大幅跳升的 所以这种标的 它把它自己隐藏起来了 有没有 我从每个月公布的营收财报 你们看不出 我体质改变 对不对 可是呢 其实我体质改变了 我是一匹黑马 但是我把我自己隐藏起来了 可是当有一天我突破出之后呢 你就知道了 有可能连续涨停 有可能跳空涨停的 你要把这种黑马找到 那是我找到了 我找给各位 所以这种标的 最近如果下跌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留意 低阶买点 一样 就是低阶 等待它正式启动 低阶就对了 跟着我做就对了 一样 只要388 就可以买这个好股票 我现在都会给各位 最大优惠388啦 你先来买到再说啦 会费都不是问题 先买到 先买到 赚到之后 你就能有感受 我节目中所讲的这一切 是真实发生在你的身上 这是我要的东西 我先释放出诚意 要买最新标的投资朋友 直接拨电话 入门款 只要388 最低门槛 待会直接先拨电话 我们来买股票 我们等一下再回到 节目现场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 firm worthwhile 收获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所以现在我还告诉你 我说你做股票永远记得 一定要从财报去出发 可是财报不是去做过去的财报 你要从财报出发再去挖掘 下一个季度 它可能的数字落点在哪里 然后订单 还有一家企业 它的一个产品组合 有没有更优化 因为这关系到毛利的变化 这个很重要 所以研究部门 要做的事情很多的 你没有花的别人 付出的别人家 多的时间精力 我不相信你可以 领先大家找到 很好的标的 我不相信 所以我说研究部门 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那你看我们的 3645的达麦 一档接一档 有没有 先提醒你 所以你绝对都有机会来做 来买 然后呢 后来它打下来 你要买 再买都可以 我这里都还有加码 这里有一次机会 这里杀下来有没有 买跌的股票 你可能会觉得怕怕的 你说它是弱势股 可是我们讲的 我们不要看当下 当下你看到黑K 可是未来呢 到今天你看 它是标股 有没有 所以买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看一天 看两天 看当天 那不对的 就是像财报一样 你不要看当时的财报 你要看到未来 还没公布的数据 你要去挖一些数据 知道那个数字 下一个季度的落点在哪里 很多东西 是你要先抓出来的 就像买股票 它正在跌 我叫你去买 你看当下 可是你殊不知 它可能五天后 十天后 它在标股 它在标了 标涨停了 所以我带我会员 做股票 做任何一个操作 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不会带你 带你乱做 我不会带你去买一堆 乱七八糟股票 不会 你就跟着做就对了 所以我常常跟客户讲 你们就把每一个指示动作 指令跟紧就对了 每一个动作跟紧 最后你绝对是 迎来大幅的获利 你绝对是迎来大获胜 有没有 你看宣德 上来了 这里 一根涨停之后 拉回 很多人害怕 对不对 很多人害怕 有什么好怕的 你就再买就对了 你看 这个一次机会 也在跌 这还没涨 后来大幅来了 拉一根涨停之后 洗回来 再来一次 上来 沿途已经多少了 三根涨停了 昨天我就给你公开了 今天又涨停 所以你看发现 好股票 我会一档档找给各位 但前提是 你自己要评估 你的手上资金 你是要把它拿去买一堆 奇奇怪的股票 还是要去追一些 当下大家在讨论的热门股 还是要回头看看 准备要上去的 价值低估的 最安全的标的在哪里 去买这种标的 那你找不到 没关系 我会找给你 来 像这个标的今天又创高 它就慢慢变高 持续创高 有没有 成长股 转机股 3666光耀 EPS如何如何 我都先预告了 有没有 我都先预告了 然后呢 后来公布答案 有没有 你看这边整理尾巴 有没有上来 后来呢 40%了 有没有 再来呢 公布答案 0.04 跳到多少 第二季变成0.12 这几倍 然后你再看去年同期 去年同期 这家公司已经怎么样 这家公司 是不是 就像我讲的 它已经体质改变了 它长肌肉 变得越来越强壮了 没有人知道 结果呢 知道有人跟你讲了 你又考虑半天 考虑什么 这个 报名要缴费费 那388会不会很贵 你怎么考虑太多了啦 但是我讲过 388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数字 就是一个 因为我不能够送 我不能够免费送你 所以我说过388是最低优惠的 有拨电话来都知道 他妈妈 真的很有诚意 对不对 那我不能讲名啊 真的很有诚意 所以 报名根本没有压力 没什么感觉 就是报名的 报名之后呢 来买股票 买完股票很有感觉 因为你的股票很强啊 你懂吗 因为你的股票很强啊 光耀42% 又创新高 有没有 然后今天呢 今天光耀呢 又创新高 他就一直创新高 你看今天又创新高 爬一段休息一下 再创新高 今天又创新高 一直慢慢爬上去 已经多少了 已经快50%了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找到价值低估的好股票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就40% 50%起跳 我们要这样做股票才会成功 好不好 来 现在你可以来买一个 就是我讲的 体质改变的股票 毛利率大幅跳升的 隐藏式的一个标股 这匹黑马 你要记得低接买点 我会通知你 你要赶快去买 那一样就388 388就可以买一个 价值低估的小标股 就在这个地方 把电话拨通 明天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